孟加拉政府保障革命运老后代担任公务员 引爆了大学生抗议 政府武力镇压 演变成流血冲突跟暴力抗争 经过了两个月的动乱 执政15年的总理下台出逃 总统下令组成临时政府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出任临时总理 临时政府的成员也包括了学生领袖 犹如一场政变 而且可能有美国的介入 学生领袖宣誓 临时政府不只是看守政府 不但要举行大选 还会推动多项改革重建国家 但是临时政府的组成是否违宪不无争议 临时政府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恐怕得先厘清 否则可能会弄巧成拙 孟加拉总统楚普 8号在总统府为临时政府领导人 宣誓就职监事 临时总理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 高龄84岁 当天才从巴黎结束就医返国 尤努斯因为学生领袖的推举 出任临时总理 目标是让国家恢复秩序 并举行大选 尤努斯是孟加拉的经济学者 也是全球微型贷款的创始人 因为提供小额贷款 给好几百万孟加拉人 帮助他们脱贫 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勇努斯说的动乱 从6月初开始 先是大学生上街抗议 因为高等法院裁定 恢复礼遇参与1971年独立战争的战事 这项措施再度把三成公务员名额 保留给开国战事的后代 政府武力镇压抗议学生 加上民众长期不满高压政策 使大学生争取公平机会的抗争 很快变成了全国性的示威 当时的孟加拉总理哈希纳 无能处理长期经济不振 政府贪腐平传 还不断侵犯人权 都让人民不耐 哈希纳的父母都是 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后裔 父亲拉赫曼是孟加拉的国父 也是孟加拉第一任总统 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四年 拉克曼家族多数成员 都死在1975年8月的军事政变中 1990年代哈希纳当过一任5年的总理 2009年到今年8月初 又连续在位15年 最新的任期今年1月才开始 除了军警镇压示威 亲哈希纳的学生团体 也攻击反政府的大学生 在街头死于镇压或冲突的估计有300人 另外有好几千人受伤 群众破坏官署跟公务 并包围总理官邸 哈希纳8月5号辞去总理职务 由陆军参谋长戴维宣布 没有书面辞呈 也没有现身讲话 当天稍晚 哈希纳在混乱中逃往印度北方邦 她先是乘车换乘直升机 再转搭空军运输机 民众立刻闯进哈希纳的官邸 放火烧了父亲拉赫曼的塑像 大肆搜刮跟破坏 哈希纳落跑当天 民众也占领孟加拉国会议事厅 大家随意拍照鼓噪 站在议员的座位或桌子上 就像在开派对 6号孟加拉总统解散了国会 为组成临时政府护露 并释放软禁在家的 孟加拉国民党党魁 78岁的前总理齐亚 哈希纳逃离孟加拉4天之后 她的儿子公开表示 母亲希望回到孟加拉 这政府完全不公平 没有预计 选择的国家 选择的小民族 甚至你们看到的示威者 我们在巴黛德里有170万人 20万50万人 11号印度媒体报道 哈希纳在印度发表流亡后的第一份声明 她指控美国煽动孟加拉的学生示威 迫使她下台 如果她答应美国租借孟加拉湾东北角的圣马丁岛 当作空军基地 那么她现在还会是总理 美国白宫否认在霸黜哈希纳的行动中 扮演某种角色 学生领导的暴力抗争 大肆破坏首都打卡的政府机关 到处是烧焦的公家车辆 跟烧毁的办公室 8月上旬示威平静之后 道路及交通部的公务员 都不敢进办公室 而是在办公大楼外客难工作 孟加拉生产的成衣 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九成 孟加拉也是去年全球第三大成衣出口国 仅次于中国跟欧盟 8月7号重新开工之前 各地成衣厂跟纺织厂 因为街头动乱 停工至少一个星期 哈克所属的成衣集团 负责供货给H&M 优衣库跟英国马沙百货 这段时间集团三座成衣厂 就损失220万美元 临时政府能不能让孟加拉 尽快重回正轨 不但决定孟加拉的政治前景 也影响孟加拉人未来的生活